Hello 大家晚上好 我们又见面了 欢迎大家准时参加我们每周六的教育业现场 我是Inletis Education湾区办公室的Manager Allie 经历了事业潮 但大家对申请计算机专业的热情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随着计算机专业的不断升温 申请计算机专业的难度也在不断的增加 每年大家都听说过朋友也好 学校的学长也好 很多标划和活动 接近完美的学生 最终没能如愿录到自己最中意的大学 修读计算机专业 那么计算机专业的录取现状是怎么样的 还能曲线救国录取到计算机专业吗 计算机专业的规划和申请 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今天的讲座由Inletis的Senior Consultant David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美国计算机专业录取难度分析 欢迎David老师 OK 大家晚上好 非常感谢艾莉老师的介绍 那么今天给大家讲到的呢 是近几年来热度非常高的 当然也是大家最为关注的 不管是从Job Placement 就业率 一个起薪的这么一个情况 当然了我们不能忽视一点 就是学生 很多学生自身可能也是比较喜欢 比较感兴趣的CIS Compular Science 计算机科学专业 比较好的学校 一些现状 主要说是录取的现状 以及一些和申请有关的规划 那么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 是2月初 是咱们讲说Summer Program 夏季项目申请的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时期 那么甚至可能说一些很火的 热度很高的项目已经截止了 所以如果还没有开始规划的家长 特别是目前11年级的 在今年的下半年要进入申请季的 我们要应该去抓紧 开始自己的这种规划了 那么今天首先我们还是聊几个 US News排名比较高的 CIS排名比较高的 这个本科学校 那么在这个榜单里呢 是左边是US News给出的最新的Top 10 那么这个ranking是怎么排的 US News说的也很明确 右边的这段话 基本上的意思呢 就是说很多的业内的专业人士 根据自己的印象 当然主要是主观印象 天的这种survey 调查问卷 然后US News统计一下 得出来的结果 所以你可以理解成 US News给出的 完全就是口碑上 或者说名望上的这种排名 当然了 它排在前面的这些学校 确实都很强 但是它确实没有一个 很硬性的这种统计数据 作为支持的一个方法论 比如说我发了多少paper 或者说我学生的一个毕业率 一个收入情况 这些东西 这些都是不记录到 US News的排名里面 那么其实在CS的行业里 大家有的时候会去refer 一个叫csrankings.org 这么样的一个网站 当然了 这个可能也是更倾向于 对于学校research实力的 这么一个排名 因为它更多的是基于 Google Scholars上面相关领域 你的发表文章 application的一些统计和计算 但是在我个人看来 它确实比US News的在Y上面 为什么要这么排 是相对要更合理一点 但是总体来讲 我们看到这些排名 其实也是大差不差 两个其实都可以作为你 择校的一个guideline 一个比较宏观的参考 但是可能会有一些 咱们说在这 不管是哪个ranking里面 并不算好看的学校 比如说东北大学 比如说湾区的Santa Clara 他们可能有一些独特的项目 或者说是地缘优势 会最终让你的这个outcome 未必就逊色于 我们在这两个排名里 看到的排名很靠前的 这些big name 这个就是需要很具体的 很个性化 individualized的这种planning 在里面 那么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学生 一提到CS就知道一个什么 我要去编程 但是如果让他具体去讲 说某一个concentration 这里边的某一个concentration 是做什么 可能还是有不少人理解的 还是比较有限 所以说CS Computer Science 是一个非常宽泛的 非常general的一个词语 它非常广 包含很多很多东西 那么在CS里面 你如果有一个特定的方向 在对你在高中阶段的规划 包括在以后你的大学申请 甚至你在大学里边 你想去做一些本科研究 这个anaguar research的时候 那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 对学生来说 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大的 一个加分项 那么接下来 简单介绍几个比较common 比较常见的一些方向 那么这个肯定不是全部 我们看到刚才的不管是刚才的表 还是说CS可以和其他的这种学科去结合的部分 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举个例子的话 如果你对有一个学校叫做UIUC 有了解的话 它有一个项目叫CS加X 这个我一会还会讲到 它就是一个比较跨学科的一个本科项目 CS加一个什么别的专业 咱们讲说如果CS加Math 加数学或者说加统计 这个很好理解 但是如果说有的时候 它会去加music加音乐 或者说加一些什么其他的这种专业 这个时间有限 肯定是没法都涵盖到 所以说还是去讲一些很大众的 常见的一些比较纯粹的和CS有关的方向 那么首先一个就是介绍到现在非常火的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 那么人工智能它主要是研究电脑 是怎么样可以和人一样 有这种学习的能力 行动的能力 比如说Siri 我们跟我们iPhone去讲话的时候 就感觉好像是在跟一个 真的人是在对话 那么这个就是AI的一个成果 包括我们最近非常非常火的一个话题 叫做ChatGBT 是OpenAI做的那个聊天机器人 那么这个AI呢 也是它核心在发展的一个方向 那么现在AI在学校里边 popular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我们举CMU的例子 卡内基梅隆 无论是这个声望 还是说实力都排名第一的这么一个学校 他现在专门为本科的这个AI 开了一个major出来 他现在已经不是CIS下面的一个concentration了 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单独的major 这应该是全美第一个AI的一个专门的major 那么接下来呢是data science 数据科学 那么这个其实也跟我们息息相关 大家可能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比如说我去网上买了一双AJ对吧 Air Jordan 那么肯定是每天都会收到和这个球鞋有关的广告 那比如说呢我们的这个相亲网站啊 这个具体的例子就不举了啊 他是怎么给这些用户去推你的一些一些match 那么这些呢也是都离不开data science 那么其实呢像data science啊数据科学 big data啊大数据啊 statistics统计学 那么这些词呢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可以去平替着啊 interchangeably去用的啊 其实也包括呢 AIA的一些基本逻辑 也是涉及到这些data science的方向 那么其实因为他在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应用嘛 所以在商科下面有个专业叫business analytics啊 商业分析啊 其实也是属于这个数据科学data science的范畴啊 这也是现在学的人很多的一个方向 那么当然从我个人的认识来看呢 因为这两方面我也多多少少的去接触过 我觉得data science学起来啊 数据科学还是要比硬核的computer science 这个CS啊要容易一些 然后cyber security啊 就是网络安全联系到我们的实际生活呢 我们可能会经常听到一些identity theft啊 信息盗用啊 或者说一些spam 那么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 你可能发现从一个你不常用的一个电脑 去login进去一个网站 他可能会要求给你的手机发一个验证码 那你在通过这个验证码去login啊 这个其实呢都是属于cyber security的范畴 那么在这个日常生活已经离不开网络的一个时代 ciber security就显得尤其的重要 那么继续啊 这个programming和software engineering这两个就是非常传统 非常traditional的一个concentration 那么这个programming字面意思编程 那么它主要的就是最基础最基本的啊 最离不开的这种这种coding啊 包括一些算法 一些algorithm的开发 那么software engineering软件工程呢 它属于是整个系统啊 system的一个design 包括它的一个测试啊 testing也好 它最后的一些运行也好啊 都会在software engineering里面学到啊 当然了我们其实也并不指望说 每一个高中生 它都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方向 但是如果可以啊 大家其实可以稍稍留意一下 比如说去刚才我说的那个 csrankings.work啊 去看这些分的非常细的这种category啊 去留意一下自己对哪方面啊 具体的哪方面会有兴趣 那么这边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还想会 给大家建议一个叫game design啊 游戏设计 那么这个东西呢 其实也是最近几年才慢慢的活起来啊 那么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 这个孩子他只是喜欢玩游戏而已啊 对这个东西 他其实对这个game design的这个概念并不了解 或者有的时候可能说是不支持啊 但是我们也遇到过一些学生 包括我之前上学的时候呢 周边的一些同学那他们真的是对这个game design 这个东西感兴趣啊 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是创意啊 这个东西 creative这些方面很厉害 或者说呢 你有一定的这种艺术细胞啊 在身上的这种学生 你又喜欢compare science 又喜欢去编程 那其实你是可以完全可以考虑这个game design 游戏设计的方向 OK 那么在计算机专业这么火热的一个情况下 他的申请方面啊 第一部分就是对你的成绩要求非常非常非常的高 特别是你要申请我们刚才讲到的这种 不管是哪一个名单排名靠前的学校 你在高中的成绩是要极其出色的啊 非常非常好 非常顶尖的 你才有可能去啊 去到这些学校的啊 特别是CS专业 同时呢 你要有一些这种额外的这种项目 比如说你AP的成绩啊 AP课的表现 那么这个不仅是说你AP课数目要比较有竞争力啊 不管说是呃 门数或者说你的这个分数啊 他其实对你科目选择的一个范畴 也是有比较明确的方向要求 他会要求你尽可能的去覆盖到数学啊 微积分啊 计算机啊 以及这种量化的这种科学的学科 并且呢 你在这些学科里边的表现啊 成绩表现要非常好 再加上一个标准化考试的成绩 那么尽管现在啊 还是有很多学校是这个Test Optional 可选择去提交自己的这个标划 SAT ACT 但是从我们的体验来看 这种前面的顶级的CS项目啊 对于标准化考试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 那一会我们可以去看两个学校的数据 看看他们到底要求有多高 那么第二点呢 我们刚才提到了AP的学科的范畴啊 其实不光是AP 它对于你整个高中的选课啊 那么招生官呢 都会想看看你在这个数学 计算机方面相关的课程是不是特别的突出啊 这个也很重要啊 它可能会涉及到你在高中阶段的选课 因为之前我们有一些学生啊 你要是申请的专业和你本身的选课 以及在这些课程当中的表现是不是match 是不是匹配 这个确实非常重要 那么第三点呢 申请好的CS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呢 也是一定要有比较好的这种实践的经历啊 那么这些实践经历可能有很多种的这种展现方式啊 比如个竞赛啊 社团呢 或者你去做一些intern啊 一些实习啊 或者research一些科学研究啊 这些都是可以的啊 这个说实话在现在来看 也算是比较硬性的一个标准 那么很多申请者可能会说 我们学习成绩很好啊 其实这个绝大多数在美国啊 大家想要这个直接申请计算机专业啊 尤其是好学校的学生 他们其实成绩都很好 但是最后真正被录的一定是 有比较好的这些实践经验的学生啊 才能获得录取 那么第四个呢 是这个领导力啊 或者说叫 以及这个自屈力 那么领导力我们就不多说了 其实很多好的学校呢 也是还是要求你有比较强的这种自屈力啊 其实就是在大量的这种优质的 那CS项目的录取当中 他都会说希望学生能够 take initiated啊 就是有很强的这个自主能力去学习 并且主动的啊 去完成一些事情 那么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CS呢 它其实是一个很难的啊 淘汰率很高的一个专业 你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呢 你可能都无法去完成你的这个学业任务 那么最后一点 也是比较难的一点 就是如何在申请当中 表现出自己学习计算机 学习CS的意图啊 兴趣 你的一个兴趣所在啊 还有将关的经验 那么很多学生 其实他有这方面不错的精力 也在做这方面的项目 但是他如何在申请的过程当中 去demonstrate啊 去展示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难点 那么当然了 其实这也是啊 这个我们在过去帮助学生申请的过程当中啊 着重帮助学生如何 把他已经在做的一些事情 在这个有限的申请空间当中 去更好的进行一个展现 那我们往下看一下录取数据啊 这个CMU啊 卡梅 那么这个是20年的一个数据 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个时候就已经很难了 对吧 然后这两年的难度呢 肯定也是不会比那个时候 有任何的一个改善 那么标红的这一块呢 就是我们说的CMU啊 最著名的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的 计算机科学学院啊 这样的一个录取的一些范围啊 大家可以看 如果我们跟一些 比如说我们挑这个 Humanity Social Science 这个College啊 和这个文理学院去比 那么尽管CMU的这个 文理学院的这个要求呢 其实放在美国整体的大学申请当中 要求已经是非常高了啊 不管是说ACT SAT的区间 还是说这个GPA的区间 要求都已经很高了 但是我们还是会看到 他的这个DS学院最终录取的学生 大家的一个同学水平啊 这个还是要比文理学院的这个 要求还是要再高一些的啊 像这个计算机学院 我们可以看到他给出的这个 中间50%的一个分数 就是中间的25%到75% 我们看到SAT差不多能到一个 780加800啊 ACT的中位数呢 也是达到一个将近36的满分啊 我之前呢 20年我去CMU访校的时候呢 听说过这样一个一个rumor啊 不知道是是谣传还是怎么样 就是有一些年份 CMU这个学院啊 计算机专业录取的 都是标划满分的学生啊 当然这个不是说你满分 你就一定能进得去 但是如果你拿不到1636 那咱们比如说你拿一个1560啊 这可能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 但是这个标划在CMU CS的申请者里面 它确实不是一个加分项啊 所以这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竞争情况下 没有办法的事情 OK 这是来自CMU的一组数据啊 紧接着呢我们看一看UIUC的数据啊 那么UIUC呢 它首先它没有像CMU一个单纯的这个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计算机学院 那它比较热门的CS专业呢 呃其实是在它的College of Engineering啊 工程学院下面 那么这个呢 是申请竞争性最强的 那么可能很多没法进到这个UIUC工院的Computer Science专业的呢 或者说呢它可能想稍微提高一点啊 自己在这个UIUC去学到计算机相关专业的可能性 那他们呢 其实现在比较流行的是去选择这个CS加X啊 那么这个这个CS加X呢 其实是和计算机相关的这种核心课程 基本上都会cover的差不多 呃就是说你出去找工作啊 需要的那些技能啊 基本上呢也是完全够用的 但是它确实会要求你舍弃掉一些比较高阶的啊 三百四百level的这种CS的选修课 然后去上这个加X里面 我们说比如看到化学啊 音乐啊 或者说广告啊 哎这种 它其实呢也算是一种变相的这种Double Major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下面小字写的啊 CS加啊 加数学或者加统计啊 那么这两个说实话和CS搭配起来呢 你未来的这种竞争性可能都不会逊色于你纯 纯CS专业的学生 那么这两个呢 相对来讲还是要比工程学院的CS要好一点啊 但是现在呢也是两个单独的Track啊 不算是CS加X了 那么如果我们看他们最新的工程学院 这是今年现在目前啊 官网上给出的数据啊 呃 它录取的一个中间50%的一个区间 我们拿这个工程学院和它的文理学院去做一个对比 那么从下线来看呢 呃 公院还是要比这个文理学院要高一些啊 这个3.79比3.61 这个很正常啊 但是如果我们往前面看的话 因为文理学院里呢 它也有这个CS相关的专业 我们刚才讲到 那么公院呢 自己也有一个CS 所以我们看到文理学院的前25%啊 呃 要达到一个3.96 那么公院呢 是4.0 啊 当然我们知道CS相关专业的录取率 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来说 无论是在公院还是在文理学院 应该都是最难录取的啊 那么公院的录取率呢 今年可能已经要跌到个位数了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真说是低于10%的录取率 那在前25%都要到一个4.0的GPA啊 1540的啊 SAT啊 那你想要入进他们的CS 你肯定至少要有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标准 所以我们放两页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给一些可能对CS申请到底呢 到什么程度啊 具体的情况呢 可能还不是特别了解的这个申请者家庭呢 我们去做一个参考啊 尤其是说现在在读11年级 你可以看一下目前自己的GPA 你标划的分数 有没有说拔到这样的一个高度 那么当然了 这只是说 虽然只是说高选拔性的两所 比较有代表性的学校 但是其实在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ranking 你能看到的前面的这些名字 说实话都不会差太多啊 那么加州在湾区呢 或者说在美国其他的一些地方也好的 很多家长在这两年肯定会看到 这样的新闻啊 我们的这个亚裔的学生在申请当中呢 申请这些理工科尤其是申请CS啊 感觉是精证压力特别大 那么有些家长可能会说 哎我们这么努力啊 我们的分数呢 可能比其他族裔的一些学生高 高很多啊 高很多很多 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录取呢 没有那么容易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按照整个的啊 的不同族裔学生去申请CS类 专业的这样一个申请的比例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红色的是Asian啊 亚裔 这个确实是远远高于其他族裔的啊 甚至说大家可以看到在近几年 19年 20年 21年 呃 还在进一步的提高 而其他的一些族裔呢 有的甚至我们都看到了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啊 而对这个美国大学来讲呢 你相信大家都了解过类似的内容啊 就是他不管招任何的专业 他都会追求一个diversity 一个多样性 或者想让自己学校 想让自己department的这种文化版图 去保持尽量的一个完整 他最不想要的就是在 呃 同一个类型的学生当中招募过多的人啊 所以我们现在亚裔的学生 尤其是在湾区一些比较好的学校的一些学生 他就想申请这个CS专业 我们其实就是陷入了这样一个 相对来讲竞争可以说是全世界最为激烈的环境啊 因为大家的背景都太像了 对吧 这个父母可能都是在湾区做工程师 做double工程师 甚至有的是双马农的这种家庭的孩子 那么大家学校成绩都很好啊 学校也非常好 那么在这些比较好的学校当中呢 可能大家的这种背景呢 又高度趋同啊 又都是Asian 又都是亚裔 那么大家未来又都想申请计算机专业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在美国大学看来呢 你们确实都很优秀 但是我们的确没办法啊 把你们所有的这个群体都招收进来 那么这个在现实里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同质化的问题 就是你不不是不是你不够优秀啊 而是我们在整个的申请大中 申请当中 在大学看来就是一个过度同质化的一个群体 所以就变成了大家互相竞争啊 叫内卷 对吧 所以反倒可能看来那一些其他族裔的学生 因为申请这个专业的人数没有那么多 那么他的成绩呢 可能比你的 还比我们稍微要弱一点啊 但是也可以获得这个专业的录取 这个没办法 就是一个一个现实的情况啊 OK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讲一下现在一些比较热门的啊 这个CIS专业比较好的学校 校内转CIS专业的一个竞争的情况 因为现在有些家庭在申请的时候就会说 说要不要我上来 我去申请一个比较冷门的专业 路进学校之后我再转啊 这个呢 是我们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 这里边还是拿UIUC举例啊 我们可以看到从去年啊 FALL 2022 去年的秋季开始 UIUC的工程学院的CIS专业 是正式关闭了内部转专业的通道 也就是说你一上来没入进工程学院CIS的 那很抱歉 你没有继续在未来转进UIUC的工程学院的CIS的机会了 那么CIS加数学和CIS加统计啊 目前呢 仍然是开放啊 它是有一些底下写到的这些必修课的要求 那么会要求你在这些必修课里边 不对 是你的整体的一个GPA 最低达到一个3.67 这个是大学的GPA 但是啊 你想要转成功 我估计啊 这个 拿到4.0的啊 拿到满分的 大有人在 那你想进入到其他的这些CIS加X的项目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什么CIS加化学啊 加广告啊 加音乐啊 那它会要求你也至少有一个3.5以上的GPA 当然了 这个标准呢 每年都在非常剧烈的变化 你像UIUC它停掉了自己内部CIS转专业啊 是从也是从刚刚过去的这个秋季才开始的 那么这两年类似的呢 停掉了这种内部转专业通道的 我一下能想到的 就这个Michigan 有这个NYU啊 纽约大学工程学院的CIS啊 再比如说像San Diego UC San Diego 它是满足最低GPA的这个所有的学生 然后大家一块抽签来决定说谁 能进到这个CIS专业里面 这个其实说实话也跟关的差不多啊 等等等等 类似的这些消息 可能它就是突然放出来 今年它准备这个关掉 那可能说年初它才放出来 那么当然说这个不是说不行啊 就是说进去 进到学校之后去转专业 它不是说不行 那包括这些 所谓的这个关了某些路径的学校 像UIUC 它还是有一些其他的专业啊 也是允许你能学到 和CS相关的核心课的啊 就像UIUC的这个CSRX 像华大啊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它里面的一些跟信息相关的什么informatics 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多去了解这个不同学校啊 都开设了哪些相关的专业 然后同时呢要对每个学校 不同年度的这种转专业的政策 要要保持关注啊 要keep posted OK 那么今年呢 12年级的申请期已经结束了啊 我们接下来呢 就谈一谈11年级升学规划的一些特点 特别是说啊 目标是这个CS专业的这种 那么我们接下来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啊 我们申请规划 我们要做哪些 或者说从现在这个角度去看 还有哪些东西 我们是需要去check啊 这个也是每年这个时候 我们都会提醒大家去做的一个checklist 那么第一呢 就是11年级 它其实是你奠定大学申请基础的一年啊 因为尽管12年级的课程会比11年级更难 但是你申请的时候 你的整个12年级的成绩 其实说实话存在感并没有那么强啊 特别是你12年级的下半年 理论上来讲 这应该是你所有的高中课程内容 最难的一个学期 但是我们就知道 如果说你拿到了一个很好的offer 然后你最后一个学期不犯太大的错误 其实都没什么问题 特别是如果你选择ED申请 或者EA申请 那么很多学校呢 其实只看你first period 看到你第一个阶段的成绩啊 最多呢 是假设说咱们ED没有拿到啊 这个他你做RD的这种常规申请啊 他会看你12年级的上半学期 上学期啊 一个med year report 对 所以说真正你完整的能展现给大学申请 最完整的一年的成绩 就是你11年级的成绩 所以11年级 不管是从成绩 还是说从其他各个角度吧 他都是为你的大学申请奠定基调的一面啊 如果你11年级的表现不好 很糟糕 那么这个真的是问题就很严重 必须要立刻马上行动起来 那么有哪些东西我们要去关注呢 首先就是课程的查诀不漏啊 我认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点 就是每年会有一些学生 特别是一些外州的学生啊 他想申这个UC啊 因为他加州本周内就还好了 外州的学生申请UC呢 有些时候他们的课程 安排是有问题的啊 那么这个最常见的呢 就是他不满足UC的A through G的一个curriculum的要求 那么这个在申请当中呢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所以11年级的时候 你第一要做的呢 就是如果你有目标学校了 比如说你肯定要去申UC啊 肯定要去一些 不管说其他的一些功利私利也好 啊 你一定要去看你现在选的课程 是不是匹配 这个其实大块呢 是都差不多 但是细致末节的地方你要去看 会不会说学校和学校之间 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那么如果你课程有问题呢 你要抓紧的去查诀不漏啊 如果学校里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给你完成补救的空间呢 那你可能就要去想一些额外的办法 比如说你去考一个对应学科的AP啊 或者说你就进去enroll到一个社区学员一个CC里边啊 或者说一些pre college的一些学分下校啊 等等等等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你的这个校内成绩一定要保持有说服力 有竞争性 因为每个大学申请 大家应该之前了解到啊 越靠近你申请的时间 你的成绩就越重要啊 比如说同样的一个GPA 可能两个学生GPA都是3.6左右啊 但是如果一个是九年级都是A 然后十一年级呢 拿了一些B 甚至甚至有C 那么另外一个呢 可能说是处在上升期啊 九年级十年级可能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那么十一年级拿了3A啊 全A 那么这个在这个美国大学申请当中呢 就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状况啊 所以这一年呢 你一定要保持你的这个 有说服力的一个成绩 要有一个继续向上的一个趋势 这也是非常关键的 那么同时呢 在任何的美国大学的申请当中 你的学校内的成绩 这都是第一位的啊 不管你去看哪所学校的这个 CAMM Data Set 这种这个公开的这种数据 或者说不管你去 Campus Tour 你去仿校 去问哪一所学校的招生官啊 在大问他们在大学申请里 什么最重要 你能得到的答案 肯定第一个就是你的在校成绩 基于你这成绩的Ranking啊 一个排名 如果你们学校有排名的话 以及呢 你的课程的强度啊 这个Rigger 那么说成绩排名 课程难度 这三个绑定起来 这确实是所有大学都会认为 最为重要的一点 那么其他所有 包括我们经常会谈到的标画也好 活动也好 甚至文书也好 虽然这些都重要 但是没有一个能和你的在校成绩一样重要 特别是说在我们的经历要求 我们必须在某两件事上做出取舍的时候 我们都会要求学生在十一年级 先把学校的成绩稳定住 别的东西永远都要为你在学校的成绩的表现 要让路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标画成绩要达标啊 比较好的申请呢 比较成功的申请 就是不应该再在十二年级开始之后 去花太多的时间去刷标画 不是说没有这样的啊 当然有啊 这是为什么有些时候 RD面临更大竞争的原因 因为可能更多人有了更多的标画 对吧 但是那样的话呢 会大量的消耗你十二年级上的时间 你十二年级上的时候呢 你学校的课程更难了啊 对吧 你同样你也不希望你十二年级上的成绩出现问题啊 因为如果你一地没有下车的话 那么这个mid year report大学还是要看的 同时呢 你要做申请 因为现在申请学校数量 你不可能一个学校对吧 全美的这个整个common app上面的平均数 每个人是至少平均是深五个学校左右 对吧 同时呢 这个你也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做这个SA啊 你不是做一个这个common里边的这个 呃 六百五十字的SA 你有很多这种stuffly mentalSA 对吧 所以实际上你是非常非常忙的 呃 所以呢 最好啊 你能在十一年级把你的这个标画考出来啊 等到这个十二年级的时候呢 那真正到了申请季 这个东西呢不要再成为你需要过度关注的一个问题 那么所谓标画SAT ACT达标呢 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需要技巧和策略的过程啊 这个首先肯定要取决于你升什么样level的学校 对吧 你包括你在这样level的学校里边 你去升什么样的专业 这都是一个case by case的一个分析 特别是现在呢大量的这种学校在给你这个test optional 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情况下 所以在十一年级的时候啊 在你考标画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对于自己申请大学包括专业的一个预期是要有的啊 你要基于预期去做准备 因为SAT ACT这些东西你是考不完的 对吧 除非说你真的一下子能考到1600分 那么很多学生我考了1500以上了 我还要不要继续考 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一个问号啊 因为有些学生确实他可能需要再去考一次啊 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的CMU的那个CS的中位数成绩 对吧 你要去和他们去竞争 对吧 但是有些学生呢 可能他的目标本身就没有那么卷 那他可能确实就不用再考 因为你去准备标画考试去牺牲掉的时间啊 如果说你放在其他的一些课外活动的准备上啊 提前去做一些文书的准备 一些思路的这种brainstorm 这种头脑风暴啊 也许他对你的申请帮助更大啊 对吧 因为美国大学申请 它是一个holistic 一个全面审查的过程 它不像是国内的高考 对吧 它只看你一次考试的成绩 OK再往下 在11年级的时候 你要确定一个大致的学术方向啊 那可能很多人说 反正这个我无所谓 我到申请的时候 我我我填写这个未决定啊 undecided 如果说你现在是11年级 你开始看一些这个学校的小文书啊 supplemental essay的话 即使你选了undecided啊 那么很多学校也会问你一个大致的兴趣 但是如果你不是这样的学生啊 那么在你前面都达标的情况下啊 你的学校成绩标划 都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这个情况下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其实可以为你的申请去预热啊 去申请一个高质量的这种summer program 或者说呢 把时间放到一个很有特色的这种 personal project上 那么这个呢 对你整个的这个application 你的申请会是一个提升 那这些呢 其实都要求你对于你的这个学术方向 学术兴趣 大概有一个概念 有一个了解 那么第五项呢 就是课外活动 那么课外活动的类型很多啊 我们今天呢 也不是一个专门讲课外活动的讲座 但是啊 11年级啊 是课外活动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关键的时刻 几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申请好的学校可能不管什么专业 他都非常看重你的leadership 那么前面的这些学校啊 哪怕你去学CS 他肯定不是说你编程水平高就可以了 对吧 那么leadership的展现呢 往往对于很多孩子来讲 都是11年级才正式展现出来的啊 比如说啊 你是student government 或者说某个student club的这种 这种leader 其实你在9年级10年级 你可能是做不到一个high level的 一个leader的一个位置啊 一个position 那么你真正去practice 或者demonstrate你的这个 这个leadership 往往其实都是发生在11年级 或者12年级 对吧 但是如何在这个过程中 从一个member 从一个组员啊 实现到一个leader 到一个领导者的转变 那么一个呢 就是你前期的积累 第二个呢 就是你11年级 进入高年级之后 你的job responsibility 一些具体的变化 那么时间投入啊 和你11年级这个阶段啊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紧接着呢 你要有一点啊 大学专业的研究啊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一开始讲不同的啊 CS专业区分的原因 那么CS 我们现在都知道 只是一个大的方向 对吧 你申请的时候 具体申请啊 不同学校是不是都申CS 是申这个工程学院里的CS 还是说文理学院里的CS 包括我们刚才讲到 的这个CS concentration里面 各种细分的方向 甚至说啊 像Berkeley的工程学院 这个可能WE啊 和CS 这是在一起的 对吧 那么你怎么样 去在这样一个 大的方向中 做好具体专业的研究啊 设定好不同的计划 这也是11年级当中 很重要的一点 等到12年级 上来事情一多啊 没有时间做 那么这个东西 虽然说 进入大学之后 它会给你一个 很高的一个容错程度 但是一旦说 你读进去之后 发现一开始就跟你想象的 非常不一样啊 那么在大学的 那个节奏里面 很多困难呢 都会被放大 所以在11年级 有空间的时候 你尽量的去 多去了解啊 去知己知彼 然后就是仿效啊 我之前讲文理学院的时候 特别提到过 本周内的学校 你在没有什么 特别重要安排的时候呢 尽量开车去看 那么哪怕是外周的学校啊 特别是这个地方 它不在一个 你适应的环境的周围 这个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你是在 urban环境长大的 那对于在 country的学校 你就要去去看一看 那反过来也是一样 那么我个人是 强烈建议啊 有时间有精力 你要去做一下仿效 我们一直都在讲 很多学生 其实就是通过 在仿效之后 特别是一些 小规模的学校啊 它找到了自己 特别match的这种学校 然后获得了这个 内趋力啊 去提高自己 那么更关键的一点呢 就是你去仿效啊 其实自然而然的 就为你写这个 supplemental essay啊 写校文书 带来了一个素材 那么我也见过 非常非常多成功的 这种upplemental essay 它其实都是讲啊 自己去仿效当中的 一些经历 最后呢 其他的一些申请准备 这也比较笼统啊 比如说essay啊 这个11年级 其实不是说 你11年级就要开始写essay啊 而是说你在这个11年级 就要开始积累你的素材 或者说去brainstorm 那么其实最好的brainstorm 它不是一次性完成 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 一个过程啊 你要不停的去打磨 去polish你的这些素材 可能今天我觉得 这个方向好 这些素材好 明天可能觉得 那个故事也不错 对吧 当然也有可能到头来说 发现最开始的 那个故事是最好的 对吧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些都需要时间 一定不能拖到最后去做 你放到最后呢 可能你是教了一个essay啊 特别是现在 我们有grammar里 有各种各样的这种 有AI 那么他可能说 这是一个grammar方面 没有任何问题的一个essay 但是呢 他不见得是最能代表 你的一个文章 然后可能 如果你有一些financial aid 财政方面需求的 那么哪些学校 在这方面比较友好一点 这些呢 也都是你需要去提前去了解 好 那么最后呢 我们就针对CS 我们在11年级 还能做些什么 再具体的去说一下 第一个说了很多遍了 对吧 就是这个成绩一定要突出 其实我们在公开的数据里呢 都能清楚的看到 每一所学校的平均录取的成绩范围啊 所以你各方面成绩 一定是要高于他整个录取的一个平均水平的 但是现在呢 这个平均的水平就已经是非常高了啊 你申请这种top的项目 虽然你有可能希望听到我给你一些安慰的声音啊 但是事实就是 对于最前面的那些学校的CS专业 你真的需要一个完美的transcript 30的一个GPA 对吧 当然了 确实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是street aid啊 肯定有一些学生有一些成绩上或多或少的有一点的短板 但问题是你短板出在哪啊 尤其是你要关注啊 你自己的数学和计算机相关的课程 这个和你申请的专业匹配是非常重要的啊 你如果说学CS 大学一看你这个Calculus微积分不行啊 你的这个AP的Calculus好像有些问题 或者说你在学校里面上的CS的课程 这本身成绩都有一些问题 那么这个坦率的讲啊 哪怕你申请的不是这种最高选拔性的学校啊 哪怕它只是一些被选的alternative的学校啊 甚至说哪怕你最终能拿到一个offer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高中的这些东西如果说都能出现短板 你不要认为你在一个低选拔性的学校就 嗯 能生存下来啊 那么这个里面呢 我又举了一个CMU的例子啊 3.95是他CS学院的 然后3.77呢 是你去文理学院的 那所以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啊 举这个例子还是在强调啊 你想要进CS你就要比别人的成绩更高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 然后第二点呢 虽然现在很多的这个test optional 但是你标划低的话啊 升CS就是很吃亏 那么何况现在有一些学校啊 不罚CS很强的学校 他们对于标划的强制要求已经恢复了 比如说Jarget Tech 佐治亚理工啊 比如说Purdue 普渡大学啊 也是下一个申请期就要恢复啊 对于SAT的强制要求 当然还有MIT对吧 那么可能可能对于一些人来说 1500完全够了啊 但是CS你的学校目标到底是什么 你考到了1500 1520你还要不要考 你这个像我刚才说的 你要Case by Case去去分析的啊 那么接下来还有哪些可以做啊 11年级的时候竞赛啊 可能我们现在提这个东西的时候 有一些你已经来不及参加了 对吧 但是我要说一点啊 这个竞赛呢 它不是说你一定要是最好的学生 你才去才能去参加竞赛 那么在申请当中呢 我们还是比较关注你通过这些竞赛 你能获得什么啊 毕竟你参加任何的 不管说是state啊regional 还是national level的这种竞赛 那么获得很好奖项的呢 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 对吧 那剩下的人你参加没有任何意义了吗 这个也不是啊 因为他本身呢 参加竞赛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一个自我成长的一个过程啊 一个克服困难的过程啊 但是话说回来啊 我们还是建议你呢 去挑一个和自身水平比较符合的啊 不然你如果说差的太多的话啊 我刚才说的这些体验 你可能都都体验不到 对吧 比如说你去一个竞赛去了 OK你只会选C 那这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 你体验不到什么 对吧 那同时呢 有一些这种相关的工作和 呃志愿者的经历也很重要啊 那么其实像CS计算机这种 你就算我不参加竞赛啊 你其实自己也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 你可以做很多这种自己的项目啊 你比较入门一点的 比如说现在网上有很多地方在交 你自己做一个游戏 做一个game嘛 对吧 当然呢 也有一些这个比较高的啊 去做一些这种full stack啊 这种这种project 呃 那么当然了 如果说你能把这些东西都结合起来 这个是最好的啊 因为你这个活动可能 它既是一个volunteer啊 一个志愿者活动 那么同时呢 它也是一个CS的活动 那这个活动就是一个很好的 结合性的活动啊 它既展现了你本身的CS的能力 同时呢 也有你这个community engagement 这样的一个一个awareness 一个意识啊 这样的活动其实是很好的啊 OK 那么总结来说呢 在目前的这个阶段啊 成绩第一位啊 成绩好好补充 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差哪些课 抓紧去补足 标划考试 这是同样的道理 第三个啊 这个下效啊 学术研究这个方面 其实我们目前还是有空间 去做一些提升的 但是呢 前提是你前两项啊 要经过这个专业的人士 去给你进行评估啊 觉得OK了啊 那你呢 可以move forward啊 去进一步去做这种额外的提升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说这个阶段 我们可以开始去积累一些 asset的这个素材 这也很重要 那么最后呢 我可能分享一个 我个人的经历吧 如果说啊 咱们的目标呢 不是最top的这些CS program啊 可能是觉得自己啊 确实跟刚才提到的CMU啊 UIUC啊 可能差一些 或者说差的比较多 但是呢 呃 我只是想为了去学CS啊 我专业优先 我宁可不挑学校 我好像我 我我我目前所有的这些东西 我好像进一个safety school啊 一个安全学校 比如说比如说 Oregon啊 俄勒冈大学 的CS 好像我自己的这个条件 也可以进到他的这个 这个CS专业里啊 我好像也不用再去刷什么sat啊 我的gpa也够 那这个时候 我给你一个建议啊 你去参加一个这种bootcamp啊 或者说你在这个coursera 这种线上的平台上 你去接触一下一套比较完整的 大学阶段的啊 CS的内容啊 我说实话 我个人在这个石油行业 一四一五年 特别低谷的时候 我一开始是考虑 并且尝试过啊 到那个时候就叫就叫转码嘛 那去想去试一下这个CS 但是我现在能记得的啊 我当时是在算这个time complexity 时间复杂度啊 或者说把这个图论啊 graph theory里头的这些伪代码 去去运行 去写出来的时候 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啊 就是说这个行业 不管说能赚多少钱 那就是我干不了的活啊 现在据我所知呢 很多这种前端的程序员啊 相对来讲赚的少一些 因为他们的工作 也不涉及这种CS 最硬核的这种啊 算法呀 irway什么的这些东西 那是他们不想去这种大的 这种科技公司去拿 这种很大的package吗 这个肯定不是的啊 那么这个可能是 我们很多人在这个阶段 我们在关心了很多 我们看起来刚才提到的 这么多困难的问题啊 但是这些问题说实话 都是相对遥远的啊 你最先要make sure的两件事 第一呢 就是说你到底对CS感不感兴趣 第二呢 就是你到底学不学得懂啊 好吧 那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 好 那今天呢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讲座就到这里了啊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谢谢David老师 今天非常详细的分析 那如果接下来家长们 还有其他的问题呢 也欢迎您可以致电 或者是加我的微信过来咨询 那我们有一个微信家长群 如果你有兴趣加入到 我们的微信家长群当中呢 也可以扫描屏幕上 我的微信二维码 我会发邀请给您 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周六 每夕晚七点 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大家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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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